出席公司法说会 苏伊宁看起来心情还算平静 不过同天才被周刊爆出 和家人撕破脸闹上法院 起源是父亲贷款两百万投资 控诉拿不到补权 毕竟是家人 那我们就知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那这个我就也不方便再回答 提到心中最黑暗角落低调不想再谈 被情深父亲指控拿两百万元投资想愿骨 苏伊宁说要返还这钱 但他算一算原先的投资已经价值三千万 更爆料遭到媳妇家族娃娃城 Babycity体系掌控 双双谈不拢 苏伊宁发纯正信函 直到二零八年开庭四次 父子签字和解 苏伊宁还四百万 附加条件要回家探望母亲 这个都看状况了 都已经这个情况 我想就时间会解决一切 就算和解父子关系依旧未解 苏爸爸再度炮轰 苏伊宁都没回家探视母亲 今年一月犯人控告遗弃罪 苏伊宁二度计存证信函 要求一个月内清空赠送她的桃园房产 苏爸爸再反击要以民法防不效条款 撤销当年赠送的千万元房子 不过检察官认为苏夫事业有成 退休后仍拥有财力 苏伊宁畏涉一气已不起诉处分 口头不再回应 难得在脸书流露心声 说从没想过最大黑暗会是自己父亲 当时他支援两百万很感谢 几年后会智基因准备公开发行 父母还说前绝对不会投资 在子女做生意上 之后父亲却要很多股票 但借的那两百万是投资诊所 跟股票一点关系都没有 无奈写下遇到的早就不只是情绪勒索 而是对整个生活中的勒索 妇产科名医和家人摆目成仇 相举难解 TVB新闻综合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破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